林洋佩得金牌 在第一时间 我们看到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 也跟这个王麒麟通话 他打电话 他自己在这个 催上面留言说 打电话恭喜台北选手 好 王麒麟 问他心情如何 那回答他 开心到睡不着 然后问他说 现在其实在海巡吧 王麒麟说对 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有问题啊 好 就被攻击说 怎么可以说是台北选手 是在自我矮化吗 好 那当然蒋万安有澄清 他说他在很多场合 公开场合都说 中华队台湾之光台北市骄傲 为什么讲台北选手 很单纯啊 王麒麟就是涉及在台北市的选手 所以他请万一件 不要断章取义政治操作 那同时台北市府也回应了 他说台北选手 高雄选手什么台南 都说过啊 陈其迈今年7月也说高雄选手 赖庆德2016也说台南选手 所以他被政府说请外界不要双标 所以真的是拜托好不好 可不可以停一下 不要什么都政治操作 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 针对这件事情 这个王定宇有说话 他是帮忙缓夹的 他说如果有选手是台北市民 他如此称呼OK的啦 他说这没有关系 不用事事象象在国内找不同意见 也不用觉得不同政党一定站在对立面 那本来我觉得 王定宇这回转性了 后来想说啊没有啦 因为你们自己人陈其迈 赖清德也这样说过 伯吉 首先第一个你先看他那个发文 后面台北选手后面 at王麒麟 他是针对王麒麟来的 他后面是王麒麟的那个账号 所以今天如果今天他讲 李扬是台北选手 不好意思讲外安失言 李扬他是在金门 而且他在基隆求学 你怎么样都不能扯到台北 扯上台北人 可是王麒麟就土生土长台北人 台北长大求学 然后在台北工作 所以毫无疑问 那当然这个事情 你说彻翼去打没关系 但你民进党的公子人 当然我肯定一下王定宇委 还搞清楚状况 今天这个台北选手 如果今天一个台北市长 对自己的市民去说 你们辛苦了怎么样 你还要去质疑 挑毛病 对 重点在于 你注意蒋万安他今天 他这一次因为林洋佩得奖 他讲了什么 他要盖一个羽球馆 国际等级的羽球馆 好 我们又等着看 蒋万安现在是他这个 第一任期的第二年了 我们看他如果有办法连任 有没有办法在卸任前 至少发包出去吧 对 因为他开支票了 对 这是支票嘛 那我们就来讲 刚刚这个兵哥讲了 蔡英文 那个基隆高中的羽球中心 青少年羽球中心 他是2021年9月24号 到那个 20几号到这个基隆高中 就是去蹭林洋佩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李洋是基隆高中毕业的 而他去看 那时候重新有谁 有基隆市长林又昌 有基隆立委蔡世英 那这两位呢 他就 蔡英文他原句是说 他听完简报 然后他就说 哎呀 这个老师 郑老师 这个教练的用心 真的是让人动容 他对台湾羽球 无私贡献付出 造就这么多优秀的羽球国手 指示教育部 尽速提出评估方案 希望在机中 成立最适合青少年的羽球训练中心 培育更多优秀的群手 中心呢 三年了 你至少有个评估报告吧 对不对 你说教育部尽速评估提出方案 来 方案在哪里 蔡英文你卸任了 这个你的 你自己讲出来的话 跳票了 不然你现在教育部赶快拿出来 说其实我们有评估 只是后来发现不行 拿出来嘛 也OK啊 讲清楚 还是因为2022年林又昌输了 就是那个蔡适应输了 民进党没有执政了 所以基隆的这件事 这就没啦 通通都丢掉了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地盘了嘛 所以这跟这一次 这个林洋佩在拿金牌 然后蔡英文在脸书 没有出来蹭 有没有关系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我必须讲 政治人物要蹭体育选手的 你开出来的指标 通通给我做到 比如说 有蛮多人 对现在民进党 有些政治人物很讨厌 但是有一个人 他至少比如说像那个蔡其昌 他去当中职的会长 对 他某种程度上有求必应 今天外面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他是会正面回应的 所以球迷的心中 蔡其昌是好的会长 他不见得 你知道他当立委 那个是政治的这个评价 但是在这个体育圈 他有没有贡献 有的 所以当你今天要去蹭 你就要做出时机 你要有成绩 你不要这个动不动 就是在那边 人家得了奖了 蹭一下颁个奖 接见 然后游行 我帮你炫耀 帮你加分完 然后把人家丢到一边 同样的 所以我说同样的标准 蒋光安今天讲了 台北要盖一个 这个羽球馆 我们就来一起 从现在开始 大家一起监督 蒋光安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 连任都不让他连任 他那个2026要连任的时候 直接问他羽球馆进度 议员就是要这样问他 他就报告说 我们报告已经到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了 如果让我连任 我一定让他开工 如果今天这样做就对了 对不对 不要像蔡英文 卸任拍拍屁股 出血真集 然后林洋沛 管我屁事 不要做这种总统 赖兴德要引以为戒 他现在的脸书跟IG 每天在蹭这些选手 要小心 当然 我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彻翼 像这个打讲话 是彻翼的行为 正规军不要轻易上车 像最近 你知道他们彻翼搞什么鬼吗 什么鬼 王麒麟 今年3月 他在他的IG 出了一张 他是一个帽T 他的外套 上面有KP 两个字母 然后他们就说 这是科粉 可恶 烦死了 开始出征王麒麟 莫名其妙 人家什么都没有讲 只是因为衣服上面 有KP两个字母 就去修理人家 我说这种彻翼的素质 真的是低落到不行 就算人家挺柯文哲又怎样 对 就算人家挺柯文哲又怎样 但是你只是用他的穿着打扮 人家一样为中华民国拿下这个金牌 对不对 所以今天政治立场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们的素质水准到什么程度 我想这个还是提醒各位政治人物 趁运动选手不要太过分 否则回力标打下来很难看 你说到什么程度呢 从讲完到卢秀燕 我们知道这个是杨永伟 杨永伟也是凯旋归国 卢秀燕去接机 所以给他一个大拥抱 来咯 这在翠上面 一堆这样的言论 卢秀燕停止骚扰选手的身体 很多人说不舒服 那当然我们这个团队的小编妹妹 看了就说 滑翠这个滑下去 真的是会高血压好不好 因为下面的一堆网友 通通都在说 卢秀燕根本是权势性骚 有完没完 委员 要理这些垃圾人 讲的垃圾话吗 我根本懒得理 这种东西的 这种没有刚才杨永伟讲的 他是很客气很君子 这个水准素质 我说根本是垃圾 对不对 不用理这些人 因为毕竟 卢秀燕的年纪跟那个 就是一个妈妈对儿女的那种态度 对不对 年轻人嘛 妈妈抱抱这个年轻的孩子 给他一个鼓励 就是什么叫权势性骚扰 对不对 无聊嘛 这是无聊透顶 所以 我认为就是说 根本不用理会这些 垃圾酸民 垃圾网民 这些人没事干 一辈子也弄不出名堂 只会在那边 键盘上面 哩哩哩哩 对不对 那理他没完没了 走自己的路 做自己的事 比如说 这个蒋婉安其实也不用去回应什么 最美的英文老师 这个也不必 因为美是个人看法不一样 我看过很多英文老师很美 我觉得比他美很多 他也谈不到最美 这都可以 不必去理会这些人 理会只是 让你觉得 这个很厌弃 干嘛要理会这种人 对不对 因为他也没有说 他哪里最美 是宇宙最美 还是台北最美 还是星康最美 不知道 对不对 他只是挂一个 什么最美的英文老师 就在那边骂你 讲万安 你就把他当做 好了 可以了 你就是这样子而已 讲万干嘛去回应他 不用去回应他 台北选手是什么呀 他如果住在 住在那个 那个大同区 我说他大同区选手 是不对 谁说不对啊 纳闷啊 或者他住在 大同的什么 什么敦化离 敦化离选手是不对 很好笑嘛 对不对 应该讲台湾选手 对不对 不能讲中华台北选手 是不是 就这个意思 有病 对不对 这个 把一个开开心心的事 弄得就乌烟张去 就像 人家在办个喜酒 跑了一个 喝了烂酒 烂醉的人 在那边闹事一样 对不对 所以根本不用去理会这些人 就是讲 被人瞧不起的人 对不对 他实际上来 乘讲万安而已 我要推荐给大家 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间 推出的新品牌 卢卉保湿 舒缓凝胶 它擦了之后 除了可以缓解 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的是 可以作为 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 接下来影片之后 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卢卉保湿 舒缓凝胶 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卢卉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卢协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库拉索卢卉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卢卉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卢卉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